各位早 今天大概是早上的六點 看到鏡頭裡面有兩幅畫跟背景會動的 它就是落地窗外面的民宿外面的景象 它是一個大自然的綠色 所以很顯然我們就可以比較到 我們所畫的下面那一幅畫的荷花的綠色 跟那邊的荷花的綠色 它的飽和度的不同 這是因為距離的關係 就會產生飽和度的不同 我們今天擺這兩張 最主要目的是來討論一個觀念 對於交界的觀念 我們一直在表達一個比較遠的垂直性的平面 跟水平面它垂直的垂直 然後因為遠的關係 它會形成灰灰的感覺 就好比說遠山跟一個平原一樣 但是我們在看大自然裡面 尤其像今天看到這兩幅畫 大部分的大自然的情形就是一個團狀 像一團花或者一團荷葉 那不同的地方在於 它並沒有垂直跟水平面 非常明顯的一個交界 但是它的確存在於 大自然裡面一個球體 或者是一個團狀的東西 它沒有固定的形狀 它也沒有一定的角度 所以它既然沒有垂直的角度 所以它沒有最暗的地方 但是它隱約的跳過了 那我們來看荷葉跟這個 我們昨天畫的這個叫做 葉子花 所了解到的 荷葉呢 它是一個垂直性 立在水面上的一個空間 所以垂直性的空間呢 它表達非常好 但是它可能失去了一個水平面 所以我們用交界的觀念 去補足它水平面的變化 那水平面的變化就像 我們常講的高速公路的路燈 你看到路燈 不一定要看到馬路 看到路燈蜿蜒的結果 你就知道下面一條馬路 越來越遠 所以呢 我們就叫做Edge的觀念 這個Edge呢 會產生一個向後退的空間 那我們就用這個荷花的白色 去產生這樣的Edge 那Edge呢 從點狀到物狀 是兩個最遠的一個距離 所以最微弱 因此它可以表達最微細的變化 對花性也最高 所以荷花 因為這個橫向的空間 跟垂直的空間 它產生一個完整的一個交界 這樣一個完整的交界呢 力量就會比較大 那我們來看這個葉子花 那葉子花呢 它花就像葉子這麼大 非常瑣碎 那重疊的這個面積啊 非常大 所以它可能就這樣子被取名為葉子花 我們再看到下面這一幅 這是一個我忘了花名 好 沒關係 反正它的形狀呢 跟它是非常接近 可是呢 它的數量呢 相對就少很多 這兩個跟荷花有什麼不同 它沒有垂直性的空間 意思就是說 它看不到水面 但是它看得到背景 那它擁有的跟荷花不一樣的就是 它有水平面的空間 而不是垂直性的空間 水平面的空間呢 我們就要輔助它 形成垂直性的空間 有好幾個方法 可以形成垂直性的空間 好比說背景上面 有一些垂直性的樹枝 因為重疊的效果呢 我們也知道這個下面 會有垂直性的空間 另外一個呢 是由光線來的 這個叫做H 所以呢 這兩種H呢 一種是霧狀的 而且它有條霧狀的 光束的現象的錯覺 所以呢 這種霧狀呢 就會很遠 我們知道H大概可以分成六種 就是快狀的 條狀的 線狀的 絲狀的 點狀的 霧狀的 而以這樣的順序來看 霧狀是最遠的 就好像山欄一樣 快狀呢 就是我們腳下的地板 你看到的 假設你是沾在磁磚上 你看到的是方方快快的磁磚 所以呢 我如果把霧狀的東西放進去呢 它就會非常尾氣 如果再把條狀放進去呢 它拉近的距離 它後面的空間變 比較小一點 而且可讀性比較高 這樣的呢 對話性呢 就比較弱 這邊的對話性就比較強 因為呢 它的霧更遠 條 線 絲 點霧 所以差了五格 因此呢 如果用條狀也是可以 但是它的空間呢 就沒有那麼遠 可是 如果沒有那麼遠的話呢 相對色彩 我們就可以表達更多 意思就是說 在這個背景的葉子的飽和度 就比這個 這樣一片朦朧的綠了 它的飽和度更高 所以我們當 在設計這樣的時候 我們如果讓交界的觀念 讓這兩樣東西 都能呈現一個求創體 或者是一個團 能夠存在大自然空間 呈現一個立體的效果 我們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做 那怎麼做呢 大約 大約 大致上是這樣 我們知道我們的技法 我們來講我們的講技巧好了 雖然它不是很重要 可是我們把它組合起來 我們要形成一個球狀體 或者是一個一團狀體 首先我們就可以看到物狀跟實體之間 它如果用雕刻的方法 雕刻就是怎樣 把色塊畫好了以後 平均明度畫上去 再用不同的明度或不同的色塊 從外面雕刻進來 那因為是跳著雕 所以它會有斷斷續續的 轉彎的感覺 空氣的感覺 所以先雕完了以後 這個高彩度的色彩 它自然 因為後面的灰跟彩之間的差異 這個彩度它第一個 第一層它先往前進了一點 第二個呢 我們再把這個灰跟這個彩 分出不同的明度 我們把色溫做出來 把亮的跟暗的分開 那於是我們就看到 葉子花呢 暗亮 它隱約有一些形 所以我們盡量把暗面的形狀 放進去 這個在圖片上我們就可以看得到 葉子有一些在前 有一些在後 前後之間呢 它會產生陰影 陰影的這個部分就非常珍貴 因為它是產生垂直性的空間 當我把垂直性空間畫完了以後 它就隱約產生一個錯覺 這個葉子畫的垂直面就跑出來 好了 當我又做完了以後 我們再點上覆蓋性的 所謂覆蓋就是前面遮擋後面的東西 好比說葉子 幾片葉子幾片株 這個更它就會產生更前面的空間 因此呢我們從物狀的雕刻 一直到平均明度 一直到暗 一直到量 所謂的edge的變化 我們就產生一團東西 而且有垂直性的空間 這樣我們就完成了一個 在交界裡面 原本缺乏垂直面的感覺 那我們把它做出一個垂直面的錯覺 這樣的話這一團東西它就會站出來 那我們再來想 這樣的東西跟這個東西有什麼不同 這個東西呢它的花的形狀比較具象 而它是一團 它是葉子花 像葉子一樣 那這種具象的東西呢 就像荷葉一樣 我們知道荷葉它的 你看大家都知道荷葉都是 潛意識都知道荷葉是圓形的 所以如果你畫荷葉就 會把語言的某一部分拿掉 人家也都知道它是荷葉 於是你拿掉以後呢 看的人他會補進那個 那個線段 那個叫對話 因此呢 從官化的人的潛意識呢 它就會產生一個 圓形的對話 我們要畫這個也是要去產生對話 一樣我們可以用不同的色彩 畫幾片讓它完整的 那其他部分呢 它不完整的時候也會產生對話 那這一個的方式跟它的方式是一樣 先從雕刻開始 再從重複性的這種形狀 我們做出來平均明度 再來從岸面再到亮面 最後呢用畫刀做出後圖 那這個就會形成一個球狀體 或者團狀體 那這樣的隨時空間 要去留意的是 這一頁跟這一頁之間的岸面 那這樣的岸面一形成 它就會前後這兩朵畫 它就會跑出來 好 我們來試試看 下次再聊